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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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里面包括它的仰角同样是一个铸体的材质 实际上我们刚才之前说过的一点是 多少钱的车就应该有多少钱的东西 这辆车对于这个价格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 双层冲压下摆地的结构 其实又说到这儿又回顾到以前我们拆过的那些大众的车型 就是40万的车都是一个单层冲压 实际上说不过去 人家说这辆车的确是用了它应该用的东西 如果这要是单层的话我就可以骂街了 还好它做的是一个双层的 好 往后看它的辐车架是一个一体式的辐车架 双层冲压的非常标准的双层冲压一体式的辐车架 那我们之前看过有H型的有全框式的有一体式的 当然说这个没有具体严格上的好与坏 当然对于整个车身的这种刚性而言 全框式的一定是相对而言一定是更好的 那对于操控而言这种一体式的会更好一些 那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真正的赛车 是完全都没有辐车架 是因为这种结构是让你能够去体验更好的路感在里面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顶培车型 是四驱的 所以中央可以看到传动轴 但是它的传动轴藏得非常的靠里 这点我就每次说到这时候 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之前拆的那辆RX5 传动轴就在我的头顶 这个要好很多 说到传动轴我还是要插拨一条 插拨一条就是这辆车的驱动轴 是一个等长的设计 但是说这也是一个SUV 非常标准的这种设计 右边是这么长 右边同样是一个长度 等长式的传动轴 排气管标准的铝制的隔热层 而且是从前到后 好从前到后非常的满设计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唯一的不足就是两侧 并没有过多的护板在里面 那刹车管线跟油管 非常聪明的把它给分开了 而且是藏在的槽里面 这一点还是希望 这辆车以后在升级换代之后 可以有更多的保护在里面 底盘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底盘的喷涂 并没有我们之间拆那些 所谓叫选择性的底盘喷涂 好我们继续敲敲敲敲 排气管一直落头 看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中央的一个我们所谓叫底巴 它的作用有大有小 这个是一个让车身 两边的车身是有更高的刚性 再往后看油箱 然后上面依然是非常厚的铝制的隔热 再往后看后面的擦托器 看里是伯格华纳 伯格华纳是大众的这种运用的一个推荐厂商 再往后看就看到了后面的悬挂结构 那大家看看下摆臂是双层中央 差一点点就变成单层了 这种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众品牌 就是惯用的这种样子的下摆臂 但是大部分都是单层中央 那这辆车呢是双层差点 但是它这一块到这一块 上面是有一个加强的结构在里面 所以说我后面呢 我跟我们小伙伴商讨过了 把后面是作为一个双层中压下摆臂来进行一个评判 那后面呢也是一个标准的多连杆的结构 这个是棱青杆 然后后面的两脚是铝合金的材质 真的在这个级别的车里面 当然说呢我们不奢望它是旋铝的悬挂结构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 除了我们之前看过那辆不锐啊 是无脑堆量啊 全部堆成铝合金的 那对于这种价格的车来说呢 看到了后面的仰角是铝合金的 也算是也算是厚道吧 因为很多的这种价格车完完全全是没有一点铝的 那我们看到呢 它的扶车架是一个双层通压的全框式的扶车架 可以非常清楚看到啊 这儿有一道然后相连到这儿到后面两个连接点 那这个呢就是这辆车基本的一个底盘情况 那在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我身后这辆B25底盘的一个结构 可以说对于这辆车一样真的啊 还是一块不吹不飞 对于这辆一个15万到20万这么一个区间的价格来说 可以说它的底盘基本上可以说是用到它应该要用的总结 那我们不能够说它像我们之前拆过的博瑞这种猛堆料 那也不像我们之前拆过的 比如说大众的啊就玩命的减菜 那这辆车真的可以说是原原本本得到了它应有的东西 所以说对于这辆车而言拆到现在这个位置 包括说我们上一集还有了前后防撞梁 我认为这辆车起码是值这个价格的 好这就是这一期的代表车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说啊 这个也许啊 比如说也许是我们拆过这么多车里面封的最严实的一次隔音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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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